在10月8日,欧洲议会全体会议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开幕,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在开幕致辞中,主要谈到了欧洲汽车工业前景,以及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问题,一提重点是欧洲经济。 但到了第二天,更向大转,意识形态笼罩了整个会场,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率先发难,他指责某个欧盟成员国不去寻找替代能源,继续与不可靠的俄罗斯进行交易。 他还当着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面,给他扣了轻额、轻中帽子,连匈牙利允许中国警察在该国境内巡逻都拿出来说,这不是在捍卫欧洲的主权,而是为外国干涉打开后门。 在非法移民和LGBT问题上,冯德莱恩继续穷追猛打,似乎匈牙利成了破坏欧盟价值观的罪魁祸首。 对于上述言论,欧尔班当场进行回击,自7月1日以来,匈牙利成了欧盟轮值主席国,欧尔班并不是只代表匈牙利,而是代表着那些同样对冯德莱恩感到不满的成员国。 欧尔班上来就说,你们这些西方国家,他指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,西方国家已花费85亿美元,从土耳其或印度的炼油厂购买俄罗斯石油, 你们还居然批评我们,这是何等虚伪。 2023年你们西方人购买的俄罗斯石油,比2022年增加了44%,你们为俄罗斯国库充实了17亿美元的税款, 然后你们却指责我们与俄罗斯友好,85亿美元,你们在自助俄罗斯,真是虚伪。 我不是想到这里争吵,我从没有想过,但你们却在会场制造了政治冲突,对此我深感遗憾,但我不亏欠你们任何人,如果我们的国家受到攻击,我会保卫我的国家。 冯德莱恩当面被喷之后,脸色非常难看,欧尔班讲话结束后,多名议员起身一边鼓掌,一边唱起了意大利反法西斯歌曲《姑娘再见》。 关于议员唱歌仪式,外界有不同解读,有的说是在抗议欧尔班,有的说是在嘲弄冯德莱恩。 会议结束后,冯德莱恩将战火带到了网上,10月10日冯德莱恩和欧洲人民党党团主席微博,在网上公开谈论匈牙利内政, 微博声称欧尔班已成为过去式,匈牙利反对党领袖毛娇尔才是未来。 毛娇尔原本是一名律师,现年43岁,半年前他在匈牙利还显为人知,但在6月欧洲议会大选之后,此人突然声明确起,他的党派获得了七个席位。 就凭着这点微不足道的成绩,毛娇尔居然被欧盟捧为匈牙利的未来。 毛娇尔已向欧盟作出承诺,如果他成为总理,匈牙利将做到,一是支持乌克兰并提供军事援助和资金, 对抗俄罗斯,二是支持欧盟移民开放政策,三是废除禁止在公共场合,向儿童宣传LGBT的家庭和儿童保护法,四是参加欧盟发起的经济贸易战,而这四点就是欧尔班最让冯德莱恩记恨的地方。 对中国来说,欧尔班在欧盟一直在为中国发声,那些涉榜涉台的反华提案或声明,都遭到了匈牙利一票否决。 欧尔班曾回击过那些指责他的欧洲政客,即便重头一百次,结果还是一样的。 欧尔班其实是欧洲政坛一位少有的清醒者,却处处遭到排挤,欧盟现在就如同一座疯人院,一大帮端着碗坐在马桶上吃饭的人,却指责一位坐在餐桌边吃饭的人行为怪异。 实际上欧尔班并不是亲中派,他只是中立而已,但在冯德莱恩的衬托下,欧尔班却成了亲中派,冯德莱恩赶在欧洲议会上,对欧盟轮值主席国发起攻击,因为他背后的主人下达任务。 在会议开幕前,9月18日美国驻匈牙利大使普雷斯曼,就在布达佩斯一个论坛上公开威胁匈牙利政府,匈牙利和他的盟友必须得到清算。 他还说匈牙利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,美国大使说这种话,就是在暗示华盛顿已将匈牙利政府视为了潜在威胁。 10月初,美国参议院派代表团访问匈牙利,他们不停地接触匈牙利反对派,并称对匈牙利的民主持续变质表示担忧。 美国、欧盟、德国、法国甚至暗示要制裁匈牙利,西方释放的信息很明确,欧尔班的经济中立,以及他拒绝在东西方之间做出选择,是西方无法接受的。 西方要改变匈牙利有三种手段,一是培养带路党, 用合法手段取代欧尔班政府,他们已经在支持自己物色的人选了,二是通过街头运动非法颠覆欧尔班政府,三是从肉体上消灭欧尔班,一和二的可能性都很低。 因为欧尔班的清明盟优势非常大,在议会中也是第一大党。 匈牙利执政团队对美欧的强硬立场,也说明了一个问题,中情局手里没有他们的把柄,要挟不了欧尔班, 那么暗杀就是最后的手段。 10月10日塞尔维亚副总理武林对媒体表示,应当指出的是,在一个月内,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遭到刺杀, 伊朗总统莱西坠机身亡,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也遇此绝非偶然。 我们还得到消息称,曾有人在策划对匈牙利总理奥尔班暗杀,既然冯德莱恩在网上公然宣称,要用毛娇而取代欧尔班,就表明这帮人已是狗急跳墙了。 欧尔班之前说过,布鲁塞尔不是匈牙利的上级,匈牙利有权捍卫自己的观点。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,布达佩斯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资金,不会允许非法移民进入匈牙利,也不会允许在学校里宣传LGBT。 10月11日,欧尔班在科苏特电台节目上进一步指出,彭德莱恩和韦伯是在公然颠覆匈牙利政府,他说自己早就知道两人有这种心思,但没想到他们敢公开这么说。 这种公开性和无耻性是不同寻常的,他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,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,匈牙利已清楚地认识到,欧盟内部几乎不可能就解决竞争力缺陷,找到一条共同出路,各方立场相差甚远,因此匈牙利必须专注于自身,而不是欧洲。 换句话说,匈牙利已做好了被欧盟开除或主动退盟的准备,彭德莱恩不要欺人太深。 他只是欧盟的打工人,而不是欧盟的老板,在冯德莱恩舌战欧尔班的风波中,匈牙利知识界也站在了欧尔班一边。 匈牙利学者罗姆西茨10月11日在电视节目中表示,即使匈牙利在未来几年退出欧盟,甚至北约,匈牙利人仍是欧洲人,匈牙利仍是欧洲一部分。 匈牙利并不轻额,反而是更倾向于西方,不达佩斯与北京关系密切,但事实上匈牙利与东方大国贸易总额,只占匈牙利对外贸易总额的20%,学界公开提及退出欧盟问题。 这表明匈牙利与欧盟摊牌的日子不远了,离开欧盟,就能改变匈牙利属于欧洲的事实吗?离开欧盟,就能置匈牙利经济于死地吗?离开欧盟。 匈牙利与东方大国的贸易,还可以更上一层楼。 对于欧盟来说,如果把匈牙利逼上梁山,那么欧盟也将走向解体,因此跟冯德莱恩价值观不同的国家,还有波兰、斯洛伐克、捷克、罗马尼亚等等,还有那些极有可能掌权的德国、法国极右翼势力。 偶尔班这十几年来的稳定政策,确保了匈牙利的利益,作为一个内陆小国,这已经非常不容易。 拒绝送钱给乌克兰,拒绝非法移民,拒绝在学校宣传LGBT,到底有什么错? 如果连这样务实,理性的国家都容忍不了,那么欧盟还怎能维持下去? 冯德莱恩有什么价值观,他有什么节操可言,他再也不跟最最亲爱的环保少女见面了,因为小胖敦支持巴勒斯坦,他也不再提气候保护、绿色能源了,现在他连中国电动汽车都要反对,偶尔班骂他虚伪,有哪句话是骂错的? 冯德莱恩的任务是让欧盟与中国两败俱伤,终极任务是打垮欧元,帮美元霸权消除一个对手,欧盟将来也不用抱怨被冯德莱恩出卖,这难道不是欧洲窝里斗的结果吗? 欧洲应当记住欧尔班2023年7月22日,在罗马尼亚说过的话,让我们记住,中国崛起与美国不同,中国是五千年文明的回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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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